各位合作伙伴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背影網RN教育學院 WatchGuard的檢查秒記第25季 那有些人問到說他已經設定好Policy了 那我可不可以針對這些Policy類別呢 去修改他的內容Policy 他如何去做修改修改之後會有什麼影響嗎 WatchGuard可以做到這一點不過呢他有一些限制 那如何去修改與限制呢 我就在這一條Policy的第25季教大家如何去做 好 那首先呢我們看到WatchGuard System Manager裡面Add Pass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說有三種不同的類型的Policy 有Policy有Policy有Policy跟Custom的部分 那前面兩種是沒有辦法去做修改的喔 這就是WatchGuard的限制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種屬於Policy是Policy的半分 所以我們沒辦法對半分去做制定化修改 但是我們有一個CustomPolicy 這種制定化就可以自由的修正修改 好那我們來做一下PolicyPolicy的Change喔 我們點選ManageCustom 你可以看到說裡面很多的版本 已經設定好很多的類型 那我們主要來今天示範的是Policy的Change的部分 我們點選它然後對它做編輯 因為它做編輯內容Policy已經有TCP80跟443 所以我們如果要增加TCP或者是UDP的話 直接再Add 或者是我們編輯內容 或者是螢幕就可以了 那我們回到WatchGuard System Manager畫面喔 你可以看到說我們剛剛所說的 它也是類型 是PolicyChange 我們有可能有好多不同條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Demo1、Demo2 都用到這條類型 當我們去修正的時候 全部都會修改喔 因為我們是對類型去修改 好 那我們針對這條修改之後 會產生什麼樣的狀況呢 OK 我們剛剛的畫面 我們add一個110 pcp10之後 可以看到說 Demo這條的Policy呢 已經增加了110 好 那整體來說 就這麼簡單 修改Customer Power Protocol 就很簡單 那如果 針對我剛剛稍微概述的方面呢 有哪些疑問 都可以再透過我留言用方式來問我 或是來我們youtube 歡迎晚安 然後點訂閱 那下方也可以留言 或是臉書按讚 這裡也可以留言 然後問說 剛剛如果敘述哪裡哪裡 你不懂 或是有些疑問 都可以再詢問我 好 謝謝大家 來吧 好